曾采访过SARS疫情的金汇大学传理系高级教师吕炳全称 相对03年中共隐瞒数月才公布 因此虽然在中共高层介入下无法掩盖之下 疫情被大规模报道 但中共官方公布数据绝不可信 首先就是中国疫情的数据我觉得是绝对不可信的 因为首先大陆本身是一个内参制度 中央领导防疫小组成员的组成也都说明 中共重点不在防疫而是控制舆论 现在就是由李克强做组长 副组长就是管理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黄沪宁 而里面的组员居然没有卫健委的主任在内 这个领导小组的组成已经是相当之有问题了 所有对中共不利的言论他都要去清洗封号 变了这个意味上来说不是一个全力防疫的 还要去打这个舆论战 另外虽然大陆多层封关 但港府却支持不全面封关 吕炳全对此表示担忧 他呼吁港人自救 新唐人记者陈桑宁 梁珍 陈宏铭 香港报道 新唐人记者陈寄